啊 日职业帅将来台献祭 夺面具之仇 普面金学耻 新日本职业帅长联盟台湾大战 昨天起在台湾大学体育馆展开热斗 第一天就吸引越2200人进场观战 职业穿角发源于北美 是以表演方式进行的摔跤赛 60年前引进日本后 发扬光大 诞生马场 珠穆等巨星 并形成全日本 新日本 洛亚三大组织花分市场 昨天的八场比赛中 以第二场四对四大轮斗最激烈 正义军团虽靠虎面最后压制对手获胜 但虎面的面具却被对手撑乱夺走 不愿意真面目示人的虎面 用工作人员的黑衣遮掠 才解除危机 怒枪这种耻辱一定要复仇 除了四对四的打乱斗 以及单打 双打 三对三之外 新日本联盟还准备特殊的三方六人 双打乱斗星形势 包括太阳的王者彭乔洪志 英汉之王终于征服等名将都参战 邓星文 叔叔也练过 小朋友不要学 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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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